結果發現這些不管是死亡或是在交互病房或是普通病房或是自行出院的 現在我們靠的是責任險 結果他的責任險過期了 去年10月過期了 你們對全台灣所有的食品業、食品營業者 這種責任保險制你們有在追蹤嗎? 有在看他有沒有過期了嗎? 有沒有 因為他剛才停了沒多久 一天就不可以 因為他沒有材料負責 我現在要問你們有什麼機制去處理這個問題 沒有從來都沒有在檢查 就是我們這個保齡茶室的這個重大的食安的問題要就教於你 你知道現在到底是有幾個個案幾個死亡幾個家戶病房嗎? 目前正式有通報了大概13位 但是昨天晚上還是今天早上又多了一位是在台南的 你知道我覺得我代替所有台灣的消費者來這裡講一句話 我覺得看到這些新聞這重大的這個食物中毒事件 對我們來講我覺得太冤枉了 對人民來講我們每一個看到這些死亡和重傷的人來講 都覺得太冤枉了 再來就是說我覺得一個很大的感觸是 為什麼這麼重大的食安中毒事件 竟然是透過媒體爆料啊? 沒有這個還是有通報系統都有 我告訴你整個案件哪些現在的13例有哪幾例 有幾例是看到新聞才自己來主動通報 哪幾例是在新聞露出26號以後才通報? 這個大概用時間去切是不太太 不是這個當然是因為包括後面自己主動來通報 都是說我是看新聞才知道 我是看新聞然後包括醫院都說 我們看到新聞以後才回溯才通報 第一個是因為有這個第一例死亡的有人 3月25號的晚上半夜將近10點 然後新聞露出說因為去圓柏吃了保齡茶室的這個用餐以後 急救然後回天乏術25號25號的半夜 然後26號所有的新聞才露出 然後呢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露出以後才說 我的症狀也是我的症狀也是才 我的意思是說齁 如果 你沒有看到這個新聞露出 即便你們3月24號 新北市台北市政府都接獲通報了 24號地方政府都接獲通報了 因為死亡的個案有通報上去嘛 那是因為那個死亡的個案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友人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是去圓柏吃了保齡的這個素食的龜阿條之後 馬上有急重症出現 所以他個人很清楚 靠著這個個人很強的危機意識 通報了市政府 然後新北市才通報台北市 但我是要講說這個都建立在這一個個人 那個是醫院通報的 我說好那沒關係我現在要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看新聞才知道 我們很多人主動通報是看新聞的 如果不是看這個新聞的話 每一個個案在醫院裡面 自己上吐下瀉 然後呢這個腸胃性包括第二名死亡的陽性 陽性老翁他還醫院還認為他是 諾羅病毒感染 他本來判定他是諾羅病毒感染 如果不是有這個新聞露出的話 大家會不會在各自的醫院裡面 都覺得這個健康問題是來自於個人因素 如果沒有這個新聞露出 即便你們24號醫院通報地方政府掌握 都沒有新聞露出的話 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原因是來自於 保齡的速食歸壓條的事件啊 我們可能不能夠單純用這樣簡單的去講 因為本來每一個這種中毒事件的話 他會如果不是集體送到一家醫院去的時候 對你講對了 因為不是集體因為他是大型百貨公司 所以不是一個小社區裡面的小吃攤 大型百貨公司來自於消費人口來自於 可能是全台灣的 所以他的狀況一發生 送到全台灣各地的診所大醫院 每個個案如果不是因為新聞露出 你會覺得這是個人健康問題 直到新聞露出才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集體的這個中毒事件 所以就是說個案在可能分散在各個醫院 當他一起通報過來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知道整個的狀況 24號就有通報了 但是新聞露出是26號 我覺得冤枉在哪裡你知道嗎 從19號用餐20號沒有個案 212223都有拖了拖了5天 這個案例是5天這麼長的時間 而每一個發病的人都是急性的 肝衰竭酸血酸中毒 5天到新聞露出是第7天 19、20、21、22、23 第6天有通報 第7天新聞露出但是不明顯 第8天才新聞露出 大家才大量的通報進來 連醫院的這些第一線的醫務人員也沒有經驗 然後他們後來透過回溯才發現說 欸你們要求他們要回溯通報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冤枉是19、20、21、23 這5天如果警覺醫師高一點 19是第一隻 第一隻我告訴你 第一 他要不要症狀出來要怎麼知道 我知道啦 但是21號就有上吉陣了啦 對啊 22號 22號就在ICU裡面的了啦 而且 那個第一例死亡 第一例死亡的時候 欸是24號 但24號之前就很多個人都在醫院 各個醫院全台灣各種醫院嘛 但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 19、20、21、22、23 5天 再加上通報的第6天 再加上新聞露出的第8天 這時間脫胎場 他明明就很早就發病 可是因為在各自獨立的醫院 大家都沒有看過這種病 沒有這種意識 然後現在我要再問你 有檢驗方法嗎 有檢驗方法嗎 目前的話是要看檢驗什麼東西 因為目前還不知道 你們昨天次長說很像是米酵菌酸中毒 對很像是這一個啦 這可能性最大 但是這個米酵菌酸的這個檢驗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標準品 所以標準品的購置可能下個禮拜才會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 我現在要跟你講說 我們對於新型態的食物中毒 危機意識很弱 你知道中國15年間 從2005年到2020年 他們有中毒了188例 死亡了85例 病死率45.21% 而且他們發表在他們的中國食品衛生雜誌 有一篇期刊論文 2005到2020 中國的唐昌浦伯克霍爾德士菌中毒 的世界流行病學分析 所以他們在裡面累計的報告有188例 而且較大級別就是重大的級別的重大事件 他的這個就佔了全部188例裡面93.33% 160例 死亡的這個85例就是有重大級別 還有這個死亡人數 其實我們要講的是說 我要再告訴你喔 這篇期刊來講喔 這個30件總的30件嚴重的28件裡面 有30件裡面有14件有檢出唐昌浦伯克霍爾德士菌 8件驗出米酵菌酸 28件由骨類發酵製品引起 2件由木耳引起 16件沒有檢出唐昌浦伯克霍爾德士菌 16件30件裡面有16件檢驗不出來 他們是依據症狀去回推的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是連檢體都沒有 連菌都沒有 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 對 我知道 這老現象 中國有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但是這一個可能發生問題的產品大部分 就是米或者是椰子 我們沒有從中國進口 對 現在中國也是因為衛生條件太差的製造條件 才發生這些事件 而我們是在一個大百貨公司裡面 所以你讓人家很焦慮啊 再來就是說這個案件 我們要大家過去就沒有發生過 沒有危機意識 然後一發生也沒有辦法調查原因 因為連檢體都沒有 也沒辦法比對 標準品沒有啦 檢體現在是有收集啦 檢體有 現在是那個樣本 標準品啦 標準品沒有 因為沒有這個菌種 這個唐昌浦伯克氏菌 那不是這一個是 主要是那個米 米酵菌酸的標準品也沒有 因為如果說加熱之後 可能那個細菌是死掉了 但是這一個酸還在 好 我現在要再告訴你一個 結果發現這些 這些不管是死亡或是在交互病房 或是普通病房 或是自行出院的 現在我們靠的是責任險 結果他的責任險過期了 去年10月過期了 你們對全台灣所有的食品業 食品營業者 這種責任保險制 你們有在追蹤嗎 有在看他有沒有過期了嗎 有沒有 他現在連背 這個保險的都過期了 要怎樣 因為他剛才停了沒多久 什麼停了沒多久 一天就不可以 因為他沒有材料負責了 我現在要問你 你們有什麼機制去處理這個問題 沒有從來都沒有在檢查 沒有從來都沒有在檢查 有啦有啦有 這個過期去年10月過期到現在 你說不可能每天去 過去年10月到現在半年了 半年都沒有保險 因為這事實上也是這一家 他準備這個月就要停業 沒有去年10月不管他準備不準備要停業 從去年10月責任險就過期了 對啦這個應該也是需要去 沒有啦你們都不要說我們衛福部裡面 是不是有些機制 把關的機制沒有好好的去 有什麼好的設計 未來還可以預防 然後這一次的確是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承認會這麼困難呢 沒有問題嗎你們衛福部裡面的人 沒有這一個部分的話其實 制度面有沒有問題 執行面啊 去查核定期查核這些食品 這個餐飲的這一個行業的話 要去看這個責任保險 但是實際上去看的是地方政府 所以我們這個會再跟地方政府這邊再加強啦 就加強去聯繫 對嘛 所以不管如何雖然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都一樣對人民來講都叫做政府 你如果告訴我們每一個消費者 你的消費如果出問題了 每一個廠商我們對他要求的這個保險責任 都仍然可以接住你 我們想要聽這個 第二個 現在未來這種流行病學上的 或者是罕見的這些中毒事件的 我想會越來越多這種樣態會發生 但他非典型的症狀 在食物中毒裡面非典型 那我們 大家都是個案自行看到新聞去通報居多 居多啦 那我們在制度面沒有說檢討一下 如果第一線看到發現奇怪的 非典型症狀的 大家要一個通報機制 就是免得一個小吃攤在一個社區抓得到 一個學校食物中毒很明顯 可是這一種樣態 今天這一種樣態 未來在制度面要怎麼會知道 如果不是爆料 大家這個還以為是個人健康出問題 這種事情未來怎麼樣可以 還可以接住 不是透過爆料 這個通報上 整合啦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有 那什麼狀況才要通報 什麼狀況不用通報 醫院是24小時 如果有兩個以上同時發生的 就要通報 那也要同一家醫院有兩個啊 對對對 或者是說有死亡的案例的話 這應該就要通報 你要到死亡到現在為止 13例裡面兩個死亡 還不同醫院 每年夏天就知道 整個案子 一大堆案子 我們這種急性的集體中毒的風險 他的通報機制 你要設計一下吧 也要檢討一下啦 所以這一個部分就是怎麼樣快速的把這些分散的個案能夠資料的集中下 所以這個制度面執行上有必要去檢討啊 透過這個悲劇 然後我們要從這個失敗挫折的地方 有缺失造成人命傷亡的狀況 我們要學的教訓啊 是啦 這當然有必要再 去外面一檔房 就一條人命不去 這不是太冤枉嗎 看到新聞爆料露出了 我們才知道不是個人健康問題 是因為食物集體中毒 這也是 如果沒有這個新聞露出 你再叫自己回去是自己的問題 這也太冤枉了 我們綜合通報的資料還是會發生 對啦 責任險的部分 趕快想想看怎麼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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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